POP大国民 今天轮到你 在今年的金马奖 大家都说真是不容易 睽違了12年 再度出现了原创性的 台湾的动画的作品 这部片子就叫做 小猫巴克里 导演邱立伟先生 非常忙碌 因为上礼拜五 他们才首映 连着几天一直在跑宣传 但今天在元旦假期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为什么他要自拍 这一部小猫巴克里 来我们来跟各位介绍 导演邱立伟 立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邱导演一进来 我就觉得 人真的 我们常说全怕少壮 那个男怕什么的 男怕帅哥 你有年轻的男生 像我们这种 已经是初老之人 看到你这么年轻的 这么年轻的导演 很开心吧 终于完成了 自己想做的事 对开心 当然非常开心 因为他花了我们很多时间 很多人 那其实除了开心之外 另外一方面是紧张 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 很像是 我们看着自己的小孩 然后为了上台表演 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 然后他上台 我们一方面替大家觉得骄傲 二方面替大家有一点点小紧张 紧张说 不晓得观众朋友们喜不喜欢 他做这么多准备 他这么用心 所以除了开心之外 就是紧张了 你大可以做一些 可能更容易被观众接受 我说更容易被观众就是 包括这个票房市场等等 可是为什么偏偏选到一个 其实很辛苦的动画 为什么讲很辛苦呢 第一个台湾的市场 百里不大嘛 第二个呢 他很容易受到日本 跟这个美国的动画片的夹杀 甚至包括在今年的金马奖 你们入围了 但是竟然到最后呢 这个最佳动画片 动画长片呢 却被中国大陆的大世界 给拿走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真的是非常艰苦的 即使这样的 为什么要做 其实我觉得台湾动画 一直是我的梦想 因为我想说 就像我们小时候 常看日本动画 或是我们看 迪士尼皮克斯的美国动画 那我们看的是他们的文化 哆啦A梦 他们过了年之后 会打剑球 会倒年糕 对 那我觉得看久了 或者美国的动画 他比较英雄主义 个人主义 那这样子的文化 当然没有不好 我觉得文化是多元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各式各样的故事 发生在很多地方 那但是我们台湾呢 所以我的梦想是一直在想象台湾动画的样子 就当世界提到台湾动画四个字 脑中会出现什么画面 这个好 对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一直尝试的在摸索 那我们也很希望说提供观众另外一个观影的选择 就今天他看日本动画也好 没有问题 他看美国动画也很好看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没有其他选择呢 你觉得在台湾虽然艰苦的环境之下 但台湾的动画 到你这一辈的导演在努力的尝试 有没有摸出 抓出了所谓台湾动画的那个风貌跟样式 比方说 我们所有的朋友如果讲到台湾电影的时候 当然会想到几个人 对不对 那整个的整个的画面可能非常的孤绝的 蔡明亮 也可能非常的台湾的本地的导演 有的台湾风格的 比如说像猴岛 或者都会风格的杨德昌 又或者可能像李居在海外 可是大家都知道 他的风格里面有非常属于台湾式的东方风格的李安等等 那我们的动画呢 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 你觉得摸索出了一个 大家一看就知道说 这是台湾来 有吗 我其实从小的时候 影响我最深的其实是 王小弟老师的魔法阿嬷 那当我看到魔法阿嬷的时候 其实我是充满了感动的 我觉得哇 他还讲七月鬼门开的故事 然后我觉得哇 这个东西这个风土民情 那所以说 当然我自己觉得台湾动画的代表作品 其实就是魔法阿嬷 那这当然这很多年来我们在摸索 那有没有属于当代一点的 我们这一辈到底要提出什么样的论述 那台湾文化在动画里面的表现 又是什么样子 那所以我们不管从色彩 色彩我觉得台湾色彩跟日本色彩 是两个不同系统 跟美国也不太一样 台湾即便是不管是招牌 槟榔滩 或者是庙宇闽南 这种文化 这种色彩 其实是 或者因为台湾的地理环境 特别是我们团队在台南 台南是阳光明媚 所以很多的色彩饱和度都很高 彩度啊 名度之类的 又或者是我们的街阔 我们生活街阔 不管是很多的摊贩 或者骑楼下面 摆着乱七八糟的脚踏车 或者是在台南 一些围墙 矮墙上面的小盆栽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一些文化里面的一些细节 或者台湾人其实不太讲 像西方的英雄主义 他也不像日本这样一个团队 甲子园 追求一个梦想 台湾人更多更多的是一群人 那所以从这边方面 从刚刚提到色彩 接口或者人 或者今天我们 一个台湾动画的主角 他应该长什么样子 其实我们都花很多时间去摸索 所以台湾动画的男主角 然后他应该长得像 宫崎俊画的那个样子吗 或者是天外奇迹的 那个小胖子吗 那什么是 大家可以接受的 台湾角色的样子 又或者是过去 迪士尼曾经论述过 从花木兰论述的那种 凤眼 这种 就是细眉凤眼的样子 又或者是什么 所以其实 我们还是寻找一个 属于台湾人的长相 所以 这些都是我们在摸索 刚刚色彩 接口角色 跟他里面的精神 一群人的这种事情 是你刚刚在描述的时候 我脑海东就是在浮现出 我看的整个的这个 小猫巴克里的画面 我几乎我就觉得 你就等于都在替 都在 你的刚刚所提出来的这种分析 都在你的动画长片里面 几乎都展现了 比如说 男主角里面的男主角 那个鱼都 鱼都的造型 你刚刚想到 他是不是要有一个自己的 像一看着造像个台湾 小男生的那个模样 又比方说色彩 是 那个接口 我自己想说 你在一讲 我就突然间 似乎懂了 你在很多的画面里面 包括一个最明显的 就是那个鱼都 在一觉醒来 不知道自己被丢到哪一个 那个莫名其妙的 一个小的乡镇的 那个里头 是 可是那个场景 对台湾人来讲 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几乎在我们很多的地方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 一个地下街 或者是一个商场 一样的感觉 每一个铁门都拉起来 然后对 一直拉一直拉 然后加上街道上的 各种招牌 那是一个非常台湾的风格 那我只能跟各位讲 小猫巴克里 真正的在画面上 在故事的 角色的 铺层上 都铺层出了一个 台湾的风格 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动物 我们待会来问问导演 2017年呢 很多人都说 是国片的挑战了 因为不像在过去几年 总是每一年都动辄 就容易有一个破异的国片 那今年呢 稍微相对于过去几年 是比较辛苦的一点 那就在这个时候 导演邱立伟 推出了他的台湾原创的动画电影 小猫巴克里 其实非常需要勇气的 因为制作的时间 成本都很高 可是在一个 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 勇敢的推出来 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子来 让获得所有的朋友的支持 我们今天其实是试着 在上个礼拜 首映开始以后 这几天下来 我相信 看过的朋友 一定有看过的感觉 还没看过的朋友 我也非常希望 透过今天这个 我们访问 邱立伟导演的 这种对话里面 各位去感受到 他拍摄这个电影的热忱 跟他的想法 当然最重要一点是 你被他讲的感动 是一回事 你觉得好不好看 愿不愿意去看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 就要跟导演 好好地来聊一下了 党期上在这个时候推 是本来就规划好的吗 对 因为我们觉得说 其实故事本身 他谈的是一个爱跟勇气 然后一个冒险故事 所以我们觉得说 他在里面 我们可以在冬天的时候 有一点点温暖的感觉 那特别他更适合 除了年轻朋友之外 其实更适合亲子家庭 因为在故事里面 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个 失去了父母的小男孩 跟一个失去了小孩的母老虎 对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对仗底下 他谈的其实还是物种之间 其实是相对的一种论述 那所以说其实他很适合在冬天 特别是元旦假期 然后当席家带卷 大家一起去看 他跟动物方程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动物方程基本上是用一个动物 当作一种比喻 淫欲 来暗示一个人的社会 可是 丘利贵导演这次的小猫巴克里 是刚好相反 他是让人进到一个动物的世界 然后看到了人的一样 人有人性善良的部分 也有人性丑陋的部分 那跟动物在彼此交错的时候 发展出一个 是 可以说二元对立的某种 某种这个思考的方式 可是他比较有趣的是说 这个小猫巴克里 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男主角是鱼都 里面的重头戏呢 当然是后来的虎姑婆也很重要 小猫巴克里并不是不重要 可是小猫巴克里在里面的角色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很可爱 但是他是属于原来 被人类操纵的坏人 就是坏人想要操纵 这个动物世界的 这个坏人呢 他是跟着他当跟班的 后来才逐渐的跟着鱼都 慢慢发现了真相 在勇敢的跳出来 但是你用小猫巴克里 反而变成片名的一个主角 这什么意思 其实小猫巴克里代表了一种 动物们本身的单纯 他等于是动物们的代表 对 因为其实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家里面 都有养宠物 我想说养了几只狗 就即便到今天 我们工作室里面 都还养了两只狗 那我觉得动物们非常单纯啊 就是你告诉他 有时候你忙嘛 你告诉他说 哎 好 我下午带你出去玩 哎 时间一到 他就坐在门口 一直回头看你 就一直回头看你 他们好像都听得懂 而且你讲什么 他们就相信 那所以我觉得小猫巴克 也可以作为这样一个代表 动物的代表 他其实是相信你讲什么话 但是其实 这种事情是只有人类社会才有 就是你讲的话 不一定是真的 对 人类社会 很多社会化的东西嘛 可能不得不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蛮有趣 所以我特别把这件事情 当作是人类跟动物 最不同的地方 所以小猫巴克也在这里面 他慢慢的 他连到最后一刻 他都不太确定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故事的发想 花了多长的时间去 去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剧本 故事发想大概有个两年的时间 对 那其实这个最源头 最源头是来自于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我家里面 门口来了一只流浪狗 小白狗 他本来是这样子 在门口晃来晃去 后来可能因为火石办得还不错 所以他每天来 所以他后来就留下来了 所以他后来就成为我们家的家人 所以我常常想说 因为他那狗很小 当时来的时候 大概两三个月 所以我就很好奇 问我妈说 他大概多晚 我妈说两三个月 所以我想那奇怪 那他的爸爸妈妈呢 那他的兄弟姐妹会不会在找他 或者他这么小的一个小孩 在一个人类社会家庭里面 他要怎么成长 他遇到挫折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怎么自处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对于 我当然小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就觉得动物很可爱 然后很喜欢看动物什么的 但是所以说到了 在剧本发想的时候 我就试着想说 如果今天相反 如果今天是一个人类的小男孩 进到动物的世界里面 然后他又遭逢了变故 那他到底要以谁为师 他怎么成长 那在这里面 他可能又遇到一个 诶 没想到整座动物城市里面 不是只有一个人类 还有另外一个人类 而这人类却在操纵着 整个动物世界 那他这个时候 当然他要选择站在 我们同样都是人类这一边 还是要怎么办 那所以我觉得 就丢给他很多问题 让他去解决 对啊 在这个动画片里面的 那个坏人的 那个代表的猪大人 其实跟余都 就有几个对话 是 就是说告诉他说 你要搞清楚 如果我们不用这种方式 去对付动物的话 动物就会觉醒 动物就会站起来 动物就一直就说 动物会反扑我们 你只用这种方法 去恐吓他 去威吓他 用一些方式去骗他们 甚至用 用这个电击棒 去对付他们 所以你想的 这里面本身 我想你是要传达一个 尤其是对看 看动画的 台湾的 更年轻 或更小的朋友们来讲 他其实是在讨论一些 讨论一些问题 但是 你在构想的时候 说实在的 因为它是一个原创的剧本 在原创的时候 会不会 有一个非常大的辛苦 就是说 这些东西 人家日本 好莱坞 也都拍了那么多动画 怎么样想办法 在这里面去避免 你刚才在前面 第一段 已经讲了 当然可以让他的场景 在台湾 让他的色调 让他的这个 故事的发展 可以有更台湾的风格在 可是到底要传达什么 那个东西到最后 还要考虑到 观众看了以后 看了以后 他能不能够感受得到 你想要安排的东西 有时候看卡通 我常会觉得 怎么样让人家觉得 导演或者是这个剧本 想说的东西 可是又不能说太多 说太多以后 就像看电影一样 观众会觉得说 你讲太多了 我自己又不是不懂 这中间拿捏 电影跟卡通 跟动画 有没有更不同 我觉得主要的不同 是在于说 我们的观众对象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用什么方式 去跟他讲 那动画他的长处是 他很容易被亲近 因为他是画面 对 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底下 除了剧情本身之外 那画面上的美学 那是这个 也是可以让观众 从这方面去欣赏 那或者是一步一步的 知道我们要讲的意图 那其实 这里面有围绕着 大人看的故事线 跟小朋友看的故事线 小朋友当然可以跟着巴克里 跟于都一起去冒险 那大人的故事线 可能反思说 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是不是在一个 其实我们从小 从我小时候的教育 就是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是吓你 恐吓你 你如果考不好 就怎么样 你这个礼拜天就不能出门 你如果再怎么样 你就要挨揍 或者到我们现在大了 或者到这个社会 如果我们不说什么 就会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我要在这个风格里面 我们也可以思考说 那这件事情 它的真实性 是不是可以讨论 就是当我们被说 如果你考不好 你就会被揍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是真的吗 或者它只是为了 达到某个手段 让你好好念书 所做的一个策略 在这个动画里面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 刚才导演其实也讲过的 就是他所放的 整个故事发展的 那一个城市 基本上是非常台湾的 在一个高架桥上 桥上火车 咚咚咚咚咚的开过去 然后在一个马路上 人潮的拥挤 摩肩插肿 人跟人之间会摩肩插肿 然后看着小贩 看着上班族 看着商店的店家的招牌 他其实非常台湾的 我想这个场景是非常台湾 你在场景的假设上的时候 有一个特定的想法 他是放在南台湾的台湾 还是说全台湾 其实都会有一点像的 某些接扩跟场景 那个地点 其实动画世界 因为它是被假设出来的 那所以说 但是假设里面 我们又要让观众觉得 它是可信 也就是说 好像真的动物在这边生活 他们的实意住行 他们的平常怎么在哪边吃东西啊 哪边搭公车啊 等等的 那所以刚刚也跟观众朋友分享说 我想要做台湾动画这件事情 那所以既然要做一个可信的世界 可信的都市 所以在这部片子里面 我们特别以台南市 作为这个故事发展的舞台 那当然我们团队在台南 所以我们找这些资料 天野调查 相对来说比较就近 所以我们不管从地砖啊 从围墙 从铁窗花窗 或者是 都有考究过 对 或者到西市场 看他们的铁门 或者到台南火车站 看他们的月台 或者到很多地方去采风 对 所以其实我们的目的除了说 让观众看这部动画片的时候 有一种魔幻的感觉 这不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吗 那怎么会都是一些动物呢 的这种奇幻的一种感觉 之外 其实它还是希望 让这个故事能够很有说服力 让这个世界很有说服力 所以说它是在 设定是在台南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在讲说 这个地点在哪里 对一个好的动画来讲 根本不用太担心 因为很简单 当大家喜欢跟着这个导演 跟这个剧本 跟这个故事在走的时候 事实上他就等于接受了 这个场景发生的点 那我们如果套一句 大家喜欢讲的话 所谓的全球化 其实就是在地化 反过来讲一样 你一个在地为背景的动画 当你它受到欢迎的时候 它其实回过头来 就变成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那个普遍的画面了 是 重点是 每一个故事都要在一个场景里面去发展 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是 好我们现在聊的呢 是导演 是导演 在上个礼拜五呢 开始首映的 小猫巴克里 预算是 癍尘的12年 台湾 台湾终于有了一部原创性的台湾动画的作品 小猫巴克里 像牵袍 口袋里面装着 像口刚出炉的面包 你一半我一半都吃得到 我坐在 时间的窗前 回忆都新鲜 感动没有终点 把明天 带上今天的喜悦 像孩子一样纯粹 发现世界 夜空中反省点点 想起那一天 我们道别 你挥着手 笑中有眼泪 相约未来 更好的出现 从前我们害怕 平凡被嘲笑 现在我们醒醒 刚刚好 背包里面带着 那张板回脸的可笑 一起哭一起笑 天涯海角 我坐在 时间的窗前 回忆都新鲜 感动没有终点 把明天 带上今天的喜悦 我们的故事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也蜗美 你也一样 你不愿意 你你不愿意 你还要让我们 如果十五年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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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吃皮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在元旦假期 我们为各位请到了导演邱立伟 他其实这几天是相当相当的忙碌了 因为他精心拍摄的动画片 小猫巴克里就在上礼拜五开始上映了 首映了 他的压力当然很大 但是压力很大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到底台湾的观众能不能够接受 一个我们自己本土所创造出来的 具有台湾风格的动画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当然希望他有台湾的风格 可是也当然也希望 他有一个海外市场的可能 当通常你在做动画 你考虑到海外市场的时候 这海外市场是包括我们大华人地区 也不一定包括 然后另外一块当然是欧美 但是这两个毕竟有不同的文化脉络 通常这两者中 要怎么去抓他一个调和的可能 其实就是故事本身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叙事 他应该要避免用方言来讲故事 什么意思是方言呢 就是说只有我们知道的事情 所以说如果有些太过于区域的事情 或者比较时事的问题 其实他不太容易能够引起 你可以讲方言不是语言 因为翻译文 他也没有管理什么国语或者台语了 就是说那个故事的内涵 对 所以呢 怎么样避免方言 其实就是谈故事 他应该谈到更 更基本的人类的基本 亲情 友情 或者是爱情 其实在这种情况底下 全世界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所以其实我们当初最早 也很担心说 其实因为小欧巴克里 其实最早是电视影集 那我们也很担心说 我们当时也是用台南作为背景 我们找了新画 找了仁德乡 等等 那所以我们很怕说 海外观众看到这样子的画面 会不会觉得不太能接受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或者觉得很low 那后来我们发现 我们在故事里面所做的处理 反而可以让这样子的视觉特色 变成一种竞争力 那所以说就要避免 说太过于区域的东西 提升到人类本身 那所以其实小欧巴克里 虽然我们上个礼拜五 十二十九号上映 那其实在那之前 我们已经参加了海外 很多的动画影展 我们在全球有 二十七个动画影展的提名 有获得了十个最佳动画片 那这些国家包含了 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 然后美国 文化的差异性都很大 对 然后或者欧洲 保加利亚 比较东欧的 或者是荷兰 西班牙 甚至首尔 澳洲等等 那所以其实 我们发现在跟海外观众 聊天过程中 他们反而特别 他们是完全看得懂 因为其实就是亲情嘛 对 我们这边谈的主题 那人跟动物 这东西当然也没有 文化的区别 那所以在故事部分 他们都还满 满能接受的 那最有趣的是 他们就提到这些 刚刚我们一起 跟观众朋友分享的 这些视觉美学 他们觉得他们之前 好像没有看过台湾动画 那甚至 我们有一次入围了一个 美国圣地牙哥动漫展 就CALL ME COME 那他们也特别提到说 这是第一次 有台湾动画入围 那他们也觉得很特别 那所以他们也很希望 带给台湾的观众朋友 看一下这部 来自于台湾的动画片 他的样子 那所以我觉得 这总结下来 我们觉得说 其实只要故事上面的设计 他单纯 他讲最基本的感情 其实海外是比较 比较可以接受的 所以在台湾做动画 我们常在思考说 当然我们要为了 我们的观众而做 我们希望 陪伴着我们观众 他甚至想巴克力 我们也很希望说 他可以是很多人 小时候的记忆 或者是我的未来 未来他们长大之后 小时候记忆 或者陪伴他们一起长大 那但是我们 即便海外 朋友接受度还蛮高 我们还是很希望说 台湾观众朋友会喜欢 这个故事 你晓得 他从某个角度来说 这个动画也有一点点 成长启蒙的 某些提醒 这个小男生 是一个很平淡的 看起来故事一开始 就一个很平凡的 小家庭的一个小男生 可是你晓得 我们常说日常即永恒 那对他来说 突然间在一瞬之间 上学的过程被通知 家里出事了 从此他就变成一个 孤零零的孤儿 然后一个 孤零零的孤儿 要怎么样去 调整自己的心情呢 他显然就是 选择了另外一个 我们常用的隐喻 就是背着个背包 坐上车 到一个遥远的地方 结果 一觉醒来 终点站到了 他不知道在哪个终点站 就下了车 然后就开始进入到一个 奇幻的动物的世界 我想 整个的故事 如果就这样描述的话 各位就知道 从这时候开始 他其实就在摸索一个 成长的过程 最后整个故事结束 他当然完成了一个使命 他从来不会碰过 他如果在活 原来的家庭 都不出任何事情的时候 可能到很多年以后 他才有机会去碰到 类似的这种 自我成长的过程 可是 因为家里这个变故 却使得他 进入到一个动物的世界 完成了一个 跟着里面的动物联手 来重新改造了 重新建立了 一个新的动物世界 然后他再离开那个地方 但本身就是一个 成长起蒙的故事 对不对 其实就是说 像我们常会提到的说 一个意外之后 整个世界都变了 没错 整个世界都变了 对或者是说 我们其实人生当中 有很多这样的时候 不管是不是意外 比如说是你出过留学 或者你到了某个地方 你到哪里 哇整个世界都不一样 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朋友 你生活的日常 你的习惯 这些东西全部都不见 你要从头开始了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不管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他都必须要成长 对就即便是大人 可能哪一天早上发现 世界不一样了 那他也要重新去面对 重新去成长 其实晓得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就是很多的创作 包括电影 其实非常喜欢玩的题材 那只是说 同样的 因为一个意外 一个插曲 改变你的人生的 这个方式 怎么去讲 是 我想你选择了一个小男生 进入到一个动物的世界 然后在动物世界里面呢 他又碰到了这一群朋友 小猫巴克里 虎姑婆 然后碰到其他的 另外死坏的三个人类 进入到这个世界 然后形成了一段 非常复杂的一段 有趣的故事 那基本上 讲故事的方式 是讲的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这是一个 因为他毕竟是个动画 所以他一定是用一个 不会用太复杂的方式去讲 可是里面的动物的世界 你看到了一个 属于自己一个内在的 非常圆满的 动物有动物的一个 非常开心的思考的方式 跟人类真的不太一样 这个我想是导演 非常清楚的 想要传递的讯息 他其实很适合 亲子一起看的 大人小孩一起看 然后小孩子一边看 一边可能会问爸 妈妈一些问题 这应该是一个 蛮不错的 你设想的时候 应该也包括这一块 对 其实小爸爸 可以在电视影集的时候 就是这样 对 我们从收视率的 调查里面发现 因为其实过去 很多的动画片 都是爸妈妈把电视打开 然后小朋友就坐在那边 乖乖看 然后爸妈妈不会跟着看 然后在收视率调查报告里面 发现 结果这个爸妈妈 或者野奶 他们都是会跟着看 所以这也让我们觉得说 那我们到了电影的时候 我们想要给观众一个 更大的惊喜 更大的世界 但是我们的前提还是 爸妈妈还有她看的线 她不会觉得无聊 所以是非常适合 全家一起来看 你讲到这里 我突然想起来 台湾过去在动画的世界里面 最有名的就是 我们帮美国代工 是 人才记忆 是对不对 那在这么丰富的人才记忆的情况下 为什么它没有办法发展出 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 动画的产业呢 其实代工我觉得它的逻辑跟意义 是它跟业主负责 对 它只要业主教大家做什么 它照着做 因为动画非常劳力密集 那所以大家跟着做就好了 但是到原创的话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它是直接对观众 而不是对业主 那也就是要思考 创作者跟观众之间的连结 也就是在剧本跟导演这一端 它的思考逻辑不太一样 所以说我常常比喻说代工 像是我们可以把字写得很好看 对 但是字写得很好看 不代表可以写出一篇好文章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动画可以继续在这个文本的创作 或者在编剧啊 导演啊 这个部分来继续来努力 这样子我们一定可以做出一些好的作品 好 这可能就是年轻的导演邱立伟 他一直很努力念之在之 所以终于在今年推出了他的小猫巴克里的动画 我也非常希望大家今天听我们的专访呢 那再利用这个假期 利用这一段时间 一起到电影里面去支持他 好 带我回来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正好我们拉出了一个问题 对于导演来说 小猫巴克里完成了他自己当年看 这个王小弟的导演的这个《魔法阿嬷》 是 一个 一个 我想那个电影对他来讲 也是一个动画片的启蒙了 那到底他的下一步呢 马上回来 好 台湾的电影环境说真格的 我相信在我们现场的邱立伟导演也都也会承认 我们的环境还是比较艰苦了 但是问题是正因为艰苦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有很多人羡慕台湾 总是有人前扑后继 不断的在努力 在做这些事情 这可能就台湾文化最有意思的地方 如果说大家都想要看到大的市场 都想要看到商业的操作的元首的话 你很可能很多人就不一定要觉得我要来做了 我可以跟中国大陆的片商合作 我可以跟海外的很多资金来合作 然后做出一些又赚钱又好卖的 可是到最后那些部分不一定是属于台湾的 那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并不那么好的环境之下 大家很辛苦的很认真的来做一个属于台湾的动画 台湾的电影台湾的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某个角度来说 我看你这次拍这个小猫巴克里 邱立伟邱导演 我有上来讲 哇你也其实蛮文青的 其实应该在影视圈里头的文青 就总是想做一点什么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艺术家本身是反骨的 艺术家本身追求不同 但是艺术家往往其实都会来自于他生活中的养分 他看过的东西 他读过的书 他影响他的人 影响他的作品 所以我其实最早我小时候可能跟大家一样 就是看迪士尼看米老鼠唐老鸭 每天准时同一时间收看 那后来到了大学开始学习数位工具 那时候刚好是一个类比转数位的年代 然后很多东西开始变成数位了 开始变成是 所以动画好像那一刻觉得好像可能可以开始自己做 那当时看到了一些日本的动画片 像是大有克养的光明战士 哇那真的吓坏我 我那个从来没有看过那样子的动画片 后来大学毕业进到研究所 大概毕业左右 那时候又看到了王晓蒂老师的魔法阿玛 那所以魔法阿玛其实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因为我很喜欢那样的片子 那我觉得原来动画有这么多的可能性 我记得有个导演曾经说过一句话 那个导演叫伍迪艾伦 他说人生一团黑暗 电影像是这一团黑暗里面的一缕微光 让我们见看见生命可能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动画也好电影也好 我们有时候在这个黑暗的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看到了大荧幕上面这个角色 我们随着他高兴随着他难过 我们有时候也想到说如果今天是我呢 我会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影视他某些程度 承载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那所以在创作过程当中 也一直在思考说那我的生命 或者说我们是谁 我们是台湾人 那我们到底是谁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那所以在这这么多年来 二十几年来 从视觉美学 从技术 从工具 从主题 从口吻 从观点 然后终于创造出来 小巴克里的动画电影 那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 阶段性的总结吧 对那所以其实在这小巴克里之后 我们也再继续思考 因为小巴克里其实我一直很希望 他可以成为台湾的哆啦A梦 因为哆啦A梦在我们 很惨淡的少年的时候 其实某些程度也提供了我们一些勇气 给我们一些安慰 给我们一些对未来的想象 那给我们很多的欢乐 所以我很希望小巴克 他某一天他可以成为谁 他可以成为的谁 他现在可能还不是谁 我们很希望他未来 也可以陪伴着我们的亲朋朋友 的小朋友一起长大 那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说不定像你讲的 如果说持续的用小猫巴克里的 当做一个原型的话 说不定下一部的故事 他就真正成为在这里面的 另外一种说故事的主角了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延续的去延续这个图像 但故事又跟这一集 有一点点若干的牵连 我记得以前也有一位导演 但是这已经是一二十年前了 就台湾电影最艰困的时候 他常常跟我讲说 他又说他要拍一个电影 就拍了之后 担任票房也是很辛苦 那时候他就讲说 没关系 他都是利用空档的时候 去帮人家拍广告片 拍个三支到五支 把那钱存下来 再去拍一部国片 然后就这样子 毅力的 就每隔几年就这样子拍一次 比较几年就拍一次 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 我非常希望今天来接受 我们访问的导演邱立伟 他不要这么辛苦 他不要这么辛苦 就要靠各位 勇敢的走进电影院 去支持他的动画片 小猫巴克里 让一个台湾年轻的导演 他的台湾动画梦 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那这靠的是 其实是很多朋友的帮忙 再次的感谢导演邱立伟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希望2018年 新的年度的开始 票房从去年年尾 一直拉 往前走 好 好吗 谢谢 谢谢主持人 非常谢谢听众朋友 好 再次的感谢 上礼拜五 刚刚首映的 这个小猫巴克里导演 邱立伟导演 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祝福所有的朋友 新年开心快乐 待会请各位继续收听 由DJ君昌 为各位主持的 What's Up Music 别忘了 1月1号 2018年 1月1号过去了 但是这一年才刚刚开始 很感谢 未经历 ead 听到我们下回来 第二天的小猫巴克里导演 2号 那些小猫巴克里导演 上来 1号 3号 2号 2号 3号 4号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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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号 喵喵喵喵 喵喵喵喵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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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喵喵喵 喵喵喵 喵喵喵喵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大国民 节目制作人 蓝婉珍 计划制作 秋正豪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What's Up Mus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